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夏天 贵阳这座西南城市真的火了 有人被贵阳夏天凉爽的天气所吸引 有人会说贵阳是被低估的美食之城 究竟爽爽贵阳有什么值得探寻之处 跟随我们开启这12小时的避暑之旅 6月16号至8月31号 贵州推出避暑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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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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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